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每周一度或者几周一度或者一周好几度的大型百姓生活购物栏目 放读大会就开始了 今天更了不得了告诉你朋友们你来着了 这个周末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周末 我现在在成都专门邀请一位重量级的诈宾 大神 绝对的大神 请了大家都人人共知的镜头环保师老师来到这边见 如果你知道镜头环保师老师 那么太好了 今天见到大神本尊 如果你不知道镜头环保师这个名字 兄弟们 你玩相机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你玩的不够 我最早听到镜头环保师老师的名字就是N年之前 那个时候就觉得哇 好了不起 真正的大神 所以呢 当时就怎么办 就在网上留言啊 发铁的留言啊 最后联系到了徐老师 跟镜头环保师老师就有了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接触 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 今天呢 我原来就说因为 就跟环保师老师是不爱走到台前 说嘛 我就是做做这个具体的工作嘛 我说不行 我说这已经不是改进这么简单 所以专门把徐老师请过来 请过来 跑到成都他的工作室来 跟大家来聊天 今天环保师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桌子的毒物啊 朋友们 你有着血压高的呢 先把血压药吃上 有心脏病的先把最小区心碗准备好 然后先卸点掉咸语 先听 要不然你的会忍不住啊 会忍不住啊 好 哎 然后那个有人说 不知道环保师老师呢 不配搬老镜头 都在说确实是大神啊 这边大火也在说确实是大神 对 说超级 烤红鼠说啊 超级不平凡的周末 今天狂购物 哎呀 特别好 今天那个跟环保师老师昨天我起初来了 跟环保师老师聊了很多 那么最早我了解的环保师老师是为什么 就是其实从很早我们以前玩相机有的时候 就会改镜头嘛 就会把镜头 我那会最早知道是听过一个词叫重镜 重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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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内力是怎么改 你以前是怎么改法 重镜通常重嘛 就是拿一个盆子嘛 把一个植物重进去 重镜嘛 那镜头也是嘛 那拿一个这个 那条角筒嘛 镜头重进去 然后可以用嘛 那当初选择就是选择难度最大的作为挑战啊 所以就做莱卡了 就没想到就一直做下去 我当时知道是什么 我个人因为很喜欢康泰克斯G系列的镜头 当时就G2 当时有G2 G1觉得就对焦确实没有那么方便 G2觉得很好用 但是呢 后来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早晚有一天你烧到镜头会烧到莱卡 烧到莱卡的时候呢 机头又觉得很优秀 有没有办法把这两盒都结合到一块 那会儿觉得就不可能 那会儿真觉得不可能 但是最后我了解到是把康泰克斯G头 转接到改成可以用在索尼上 索尼一嘛 索尼一 因为我见过一些那手的接环 有很多各种人做的不同的环 但是其实把G2接在上头 无一例外都很难用 它因为有六 里面有六组齿轮在传动 哦 非常非常难的 对对 传动 所以手感不好 所以那么小的一个东西里头 其实很精密的 你就对我们来说 对我来说那不懂啊 觉得就是一个螺丝刀嘛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知道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说你去看一下 美国一个老师 哇好厉害 说他改了一个镜头 我说一个哇 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 就是外观完全还是季头的外观 只是后面加了手动的对焦画 就是镜头黄老师的老师改 哇 当时就爱上了 然后终于买到一支 等了很久 排队 买到了 就被买到了 那一直到我 大家在后来我的节目里 都其实看过的一支镜头 不断的出镜头用在来卡上 非常棒 所以就是我觉得 我接触到这些改镜头老师 最早我就特别幸运 直接遇到那大神 就直接迈过了前头的这一本 直接接触到镜头黄老师 这位大神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 这边有人说 说这个改来卡牛人 手握黄老师老师改的银色G90 就是第一批的用户 所以当时黄老师老师改了这个之后 其实把他后来又进化 又进化了 就请徐老师 我们介绍一下 我看到我知道这个消息 是春节之前大为震惊 你看更不得了了 江湖上要先取过血雨腥风 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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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其实这个最早改鸡头的 并不是我是日本的公企大师 他是最早的 毕竟是前辈 然后我是觉得他在日本 那也送镜头改造来往也不实际 所以我就思考了一下自己发展了一组 虽然他是最早 但是我是最全的 就是康泰机头每一支我都改造成M口了 比如说来讲G16 这个只有G16 这个只有全世界目前只有我在做 对啊 就直接把进行掏出来 放进去就可以了 就无损改造 而且这个耳环整个做的太漂亮了 大家看这个后屁股 用过康泰克斯基28以下的镜头 282116 后的屁股 这两个挡片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特别美的一个设计 里头都是黄童的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做的真的是完美 黄华士老师是 第一个把他特别好的做了无损 改到M口上的一个最成功的案例 因为宫崎我们知道 宫崎其实是整个把外班都改掉了 G16不是G16他是把原来的后面那个爪子撤掉 重新上一个卡口 要重新改 其实是一个有损的改装 另外包括宫崎大神改的以前的很多镜头 像G28G45 其实外观跟镜头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但是黄华士老师改的这个呢 我觉得第三代特别好 就是你拿起来看 就是来卡的整个的这个体系 这个是说了给大家 然后主要说说最近改的东西嘛 也不用一直炒冷饭 讲以前的了 像这个就是G21 还有G28 我几个风格都是一样的 每一只镜头的风格是一样的 我加一个摄像头 我加一个摄像头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好的 我加一个摄像头来 我给大家加一个摄像头 加一个摄像头 我来给大家看看这个 给大家看看这个 21的 啊 需要说看 他这个21的这个 直接中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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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损了 无损了 这个就了不起了 朋友们 知道他老哪些 看喝一次啊 朋友们 要掉漆的这个 就该直接抓紧吧 这个太刺激了 21 28 28的 28的 我的最爱 我从来不演示我对这只标钢的 朋友们 标钢啊 标钢才是真的菜丝啊 活的菜丝啊 朋友们 绝无变形的标钢啊 哇这个手感还好 这个手感还不错 这里头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再试一下这个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来请教一下 许老师 就为什么我用过一些其他的 许老师这个镜头伸到最长 我们就说缩短了不算 无限远不算 伸到最长的时候 镜头没有一点晃动 因为是我 我用过其他的许老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有的镜头 改装的第三方的 大家会知道这个镜头有矿量 到无限远 也会有个矿量 就无限远 那让你老觉得咯咯哒哒的差一点 放到最近这个矿量会更明显的 90头非常长 那么这个完全没有矿量 这个是不是您专门真的 这种怎么说呢 装配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说对了吧 我是不是在群里吹我装配 装配是很重要的 然后装配的好就是像这样 而且调焦滑顺 完全没有矿量 这个一方面做工精良 还有多头尺 多头的牙具车的很好 装配的也很好 就会让你滑顺 而且没有矿量 你像这个身长已经16.5毫米了 对啊 16.5毫米并没有啊 所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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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放到镜头前头给大家看 大家看这个啊 大家看这个 这G90啊 G90 升到最长 我刚才是拧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有过这个 这种第三方的各种改 这个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晃动 这个完全没有晃动 这个这个太重要了 我觉得这个这个 这个是太重要的一个事了 所以我把这个再给大家看一眼 演示一下 大家看这个没有矿量 缩短了也是 非常的顺滑 拿一个一个一个指头 这样搓 大家看 非常的顺滑 那到无线远也不会有这个这个晃动 这种这种这种都没有啊 这个我觉得我觉得 其实我是觉得啊 这个是做一个镜头的最基本的要求 你看日本的许多很好的镜头 这是一个最一个莱卡镜头 可能到处晃动吗 那不现实的事情 这真正一个镜头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尽量往这方面学习改造到完全没有矿量很完美 这是我们的追求 是不是真的是太好了 也是我们国产镜头的一个追求嘛 对不对这很重要 所以你看啊 说了说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对 就我一直原来也说过 我说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哎呀很多人会觉得 只有德国的大书才会怎么怎么样 镜头片里都要充满着日耳曼的空气 才会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说中国人很随便了 我们在一个头发丝上都能刻字的 对吧 一个大笔上能叼上 能叼上好多诗词 那么做很多细致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问题 那只不过是 我们要不要在成本和你完成的东西之间 做出一个妥协 那么我觉得镜头环保师改的这一套 真的就是 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顺滑度嘛 各方面 用过莱卡老镜头的一定一定会有这个感觉 很多人老说啊 镜头哇超级顺滑了 或者手感极佳 我说什么叫手感极佳 我们要就拿来看做例子 我们就给他看肥标嘛 这个那个手感 这种丝滑绵密的手感 才有这个感觉 那刚才说了说说过里头这个多图罗门 这些感觉 那么装配 我原来他我说吧 我说你不信 环保师老师说你总得信 这个装配很重要 装配的用不用心准不准确 带来的区别是很大的 这个这个是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技术零就这一点 尤其是这种长镜头 你扒到这么长 你有一点点矿量 那就失焦了吗 完全失焦了 对 增加的功能 增加的功能 有人说哪里可以买 哪里可以买 有人说那个黑鞋大锅说 那个龙哥明显击中了 也明显兴奋 那是开玩笑啊 这个感觉 这个是你喜欢的四五吧 对对对对 四五这就是大家看这个改的好笑感 小小微拿摄像头里来看一看 哎呀大家看这个 这个感觉 小巧巧巧啊 就这么一斤点 来看一看 帅气 这个手感 拿一个直走操就行 就可以了 非常舒服 没有这种矿量 说老师改了这个 你看 为什么叫大神 大神的区别 跟我们普通的区别 就在这儿 降为打击啊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光博尔老师司机也拍他爱这个摄影 这个东西 他不是有的人说我做加工 但我觉得摄影完全不理解 那做出来的感觉 就是说 从我们玩的角度来说 他为什么这个设计跟我们的习惯不一样 这里面的这个习惯是渗透了这么多年 对改进对玩摄影的一个理解 这个很重要 说的是下面你做摄影 入到摄影这行有多少年 我从1988年开始 还是很多前辈 所以你看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总共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要多 就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系列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G改这个M阵营是第三代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 接近完美的这个感觉 手感明显的真的是 明显这个手感这不是吹的 你一天不带角色的检讨 你没法试到这个手感 真的是太顺滑了 这种感觉了不起 因为我见过有一些改装 尤其原来用过那种 最早的技术的活的 就会知道那种痛苦那种基础在里面 互相咬的那个摩擦感 哇你都觉得我都能感受到里头 那个铁墨的那种 像吊的那种感觉 完全不一样啊 沙潮潮潮说 大神终于等到你 铁哥也在问 很多人在小社也在问 说哪有能买到 另外说问 环保师老师有工况吗 镜头环保师老师在那个海鲜市场 你就是接收镜头环保师 镜头就是照相机镜头的镜头 环保就是非常环保的环保 师大师的师啊 这个还做了一个样本啊 还没正式上市 这就是一般人都没在改的3570 这边是调焦 这边是变焦 那我现在因为这个镜头跑焦太厉害了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做联动 因为你稍微变焦 焦就就跑掉 那如果说你要用在来卡上呢 你要对焦要跑焦也是很难过 所以我觉得最最速配的是 用自动环用自动环 你只要顾着变焦就好了 其他都自动 这个啊 这只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玩 玩卧气头的朋友都未必知道 这只头contact g不耐用 现在还很便宜啊 对啊 这个很重要 现在还很便宜 赶快下手 这是一道风风机啊 这个是contact g 系列的一支变焦镜头 唯一的一支变焦 在旁轴上自动对焦的变焦头 35到70 三个凶们拿摄像头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把这个摄像头画面往旁边拖一拖 大家就能这样就能 就能就能看到这个啊 我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还目前也啊 目前都还没有人在改啊 这个35到70的变焦 35到70的变焦 那么这是变焦的部分 下面这个部分呢 这是绿焦的部分 可以手动绿焦 然后环保兽老师是做了这个活 之后 用在天宫的这个自动光 你装在索尼上 就可以实现自动绿焦 加变焦 正宗的contact g的这个口味 对啊这个就这个就厉害了 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神的一点啊 这个挺实用的 而且体积也不是太大 对非常不太大 这个头素这个方法是很好 但是呢就是说 说这个头35到70 你在变焦的时候 它每一次你改变这个焦距 它的焦点其实都会动 都在改 所以没有办法做到联动 没有办法做到光斑联动 所以把它做到这个自动上 如果你有所敌的话 一只得真正德味的 太太的图层的外观 为什么要说太的图层 我以前说这个叫太板 很多人来纠正我 说这个不能叫太板 就是太图层不能叫太板 只有莱卡能叫太板 我说为什么莱卡那个太板 大多数的莱卡的太板 也只是太图层啊 真正纯太极深的 也就那么一个限量版 为什么莱卡可以叫太板 别人就不能叫太板 然后就不会嘛 对吧肯定是可以的 所以我要说这是太图层 3570邱老师说3570这都很便宜 如果你有所敌机身 再加上这个直接转变好极了 这是一道风风机 尼康Z也可以 尼康Z有这个 尼康Z也可以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镜头素质非常好 这个很内心价比还蛮高 现在现在还蛮高 大家都在说说大家会去入手 有人说有Z口的吗 有啊有Z口的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 那这是改成M口吧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M转天空的 转尼康Z或者转索尼E口 都可以实现正宗对焦 但是前头是正宗的德味 朋友们 这个他就聊不得了啊 有人说这次说那时候我才四岁 王老师老师入行的时候 就说我老了 说我老了 说这个啊有人就说说这个这个 都说都说啊快去那个入手 而且十八楼太也说 说除了这个G18啊 除了G16 都不贵 我真的是 这是性价比的选择 我个人非常喜欢G45和G28 G90呢我觉得也很棒 群里若一就是第一批买的这个 王老师 这个改的G90 我当时就摸到素质 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就银色黑色两款啊 很多他们都在问怎么买 这个就是在海鲜市场直接 搜搜搜就好了 在海鲜市场直接搜镜头 环博士这个用户 那里都可以看到链接啊 就可以连卡 提我的名字没有折扣啊 哈哈哈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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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因为真的是 这个不是说的我用我用我对G头 其实很偏爱啊 G28我就改过四支找不同的人改过四支 我现在看到的这一版 应该是我觉得改的最舒服的了 终于是最舒服的一个一个版本了啊 真的是太好了 标刚的头 这个头我觉得除了在来卡上 有一点红尼之外 别的都是完美 太锐了 就不要考虑锐锐这个镜头能锐死你 锐子就此处活来 它在尼康Z这些都完全都没有 包括21也没有 完全没有 在M11上也没有 就是原来打M2040 就是在那个在色尼上 二代色尼这里的机通比较厚 对这个能用FP啊 用尼康Z这些都没问题 所以都可以都可以玩起来 有人说这个吉隆哥豆腐 吉隆哥豆腐 志哥也来了 好好好 好 太棒了 有人说3570去年买了一支99.9信啊 还有人们说那个说锐 富有潮说锐啊 接二八太锐了 还有人们说R口的3570值不值得上 我值得值得上 R口这些头都是值得玩 另外不能说啊 我知道啊 我是得一天走在路上 哎哗 接上挖过了一张纸 哎 我剪过一看哦 一张纸 这个R口以后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惊喜 懂我的意思吧 我顺便没有说啊 但是你会要知道 所以刚才有人还说看到桌子上好多其他人的宝贝了 出了这个 这个拿过来啊 最近 最近刚刚改了一个新东西 在你的节目上做一个第一次的发表 好 这个价格有点贵啊 这个镜头 牛眼85 1.4 朋友们没有听错 85不可怕 这个是牛眼的 牛眼的85 牛眼的85最可怕 牛眼的85可怕到惊人的程度 如果你还不知道牛眼的85多可怕 大家打开啊 这种海鲜市场 搜一下牛眼的85 你就知道是什么这个 这个 这是让大家相信大家可以看到 牛眼的那个外观 这无损改口嘛 无损改口 所以这个整个的都流了 后度这个奇葩的卡口啊 当年我以前讲过 蔡思在这个卡口上用尽了自己的心血 做了无数的设计 成也此卡口 败也此卡口 牛眼真的 我知道在蔡思什么都讲 蔡思做机身 真的是特别容易钻 钻牛角尖 搞来搞去就搞死了 但是这么优秀的图 像牛眼以前讲过 牛眼镖头这段都非常厉害 那么牛眼有一只85 可能说龙哥你为什么没有讲过 很简单 买不起 对吧 贫穷是我的理智啊 朋友们 买不起 真的豪贵 豪 你要首先注意为什么叫豪贵 豪 而且很贵 所以叫豪贵 豪贵 这个图摸一下 这个厉害了 朋友们 这个前套 漂亮的蔡思 我还是打开这个摄像头这个部分 放到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来 大家看看这个 看我这个 漂亮的蔡思 对吧 哎呀 哎呀 朋友们 看看黄博士老师改的这个头 最重要的是这儿 看看前套的景深标尺 等等这些细节的处理 那是他原厂的标尺 并不是我客人 原厂的标尺 然后下头的部分 有的人会不会觉得这个看起来很像秋一样色 这个感觉 对吧 有这个 重要的是 给大家看一看它最重要的部分 看看这个景深有多片 一个的 你感觉就是一个 铁圈包着一些玻璃 但是最要命的部分来了 朋友们 我收一下光圈给大家看啊 从最大光圈 收一下 进行什么东西 看到了吧 看到了吧 好 这个部分就有意思的地方来了 这个有意思的部分就来了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感觉 看到这个光圈 很多人就觉得奇怪 说龙哥这个光圈 是不是坏掉了 它是不是瓦灯了 它是不是秀动了 这个光圈全开非常远 大家看瓦小 三角形的光圈 徐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 这个参战型光圈名气太大了 名气在玩儿 老稍微都有 三角光圈在路来也有 路来851.4也有 还有351.4 对 大概也就好像就很少很少 三角光圈很少很少 所以以前呢 我会觉得比如说 我年轻的时候那会儿就觉得 什么时候我能拿到一支CY卡头的851.4 哇 卡路泰克斯的朋友们 他说 哇 出门是要这样走路的 后来呢 就不幸的知道了 还有一个路来的851.4 三角光圈 就觉得有点迷迷 一看一听的价格就被别闹 后来一个知道 听到牛眼的这个价格 人就乱出救生起来了 特别刺激 这个头现在应该很贵 好像要七八万的样子 七八万的钱 你看 拿在手里 一辆车 真的就是一辆车 北上网易屏里的房子 这是 非常非常帅 黄老师老师给他做了一个无损的改口 这也是 我估计大概也是第一个 改成M口的吧 好像我从来也没看过人家改的M口 这是第一只第一只改成M口的 有人说牛牛牛 说给我来个银色 不是牛牛 叫牛眼 不是牛牛牛 不这样说牛牛牛 牛牛牛 说中毒牛眼 然后说完了说算了 一说价格说算了算了 算了的人可以考虑551.4 551.4价格还比较清明一点 牛眼的551.4 我说的是极其毒的一只镜头 前头讲过 如果你没有听过 那么看看放肚大会以前的这个视频的回放 有专门讲牛眼的部分 包你今天晚上睡不着 哎 那么找了那个 请黄老师老师来给你做一个无损的改口 牛眼1.4 50的还可以 牛眼55551.4的价格还可以 还可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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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551.4不是三角的 对551.4不是三角的 还是一个比较圆的感觉 这个三角除了路来 就只有牛眼的这一半 是这样的 应该是牛眼 然后给的路来 给的路来 所以很恐怖啊 牛眼的85本身就极贵 这个太刺激了 就是以前我知道的CY的85 已经很可怕了 没想到啊 山外有山山外还有山 这只说的是改的这个 我觉得太深了 昨天昨天试拍了一下也还不错吧 山外相当不错 对我们佛天如庆 我棒牙的时候拿出去 在这种就是昏暗的路灯下拍了几张 朋友们这种镜头 我告诉你 望平街拍妹子直说吧 对对对 望平街拍妹子直说吧 对对对 朋友们这个镜头真的 就是尽量不要试 年轻人不要试这种镜头 试了之后你就完蛋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师父 你一定忘不了 昨天用了一下之后 就完了 顺应穷三代 要谨慎 要谨慎 太可怕了 顺应穷三代 牛脸回一声 要谨慎 要谨慎 他的整个的就是那种 奋猛兽的立体感和氛围感 彩思真的有一套 没有办法 确实太好了 就真的会让你迷醉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哇 这是谁投飞了个大的 若伊投飞了个快乐时光啊 谢谢若伊 谢谢若伊 高能用户啊 有人说 下次我了不去海鲜之城干了 说好可怕 第一次见到罢了 全的镜头 太堵了 说三线城市的守护就没了 若伊说 我一个人想看看 说我刚才脑子坏掉了 来 黄老师是黄老师改了 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能省得把这么一只镜头 托回给一个老师来改口 对这个老师一定是蒂永吉的信任 也是对徐老师这个水平真正的认可 真的是厉害啊 所以这个奔压 嗯 有人说 好 呦 真没关 嗯 有人说太多了 连山一说 现在有M42的黄班帘动魂 说老师有吗 M42的这个黄班帘动魂 这个 这个保密 保密一下 这个保密一下 回头再说啊 单独自作一个话 就来跟你说 但是既然要说到要保密 这就是未来就是有希望 好 那么我们刚才看了 黄老师老师改了整个G系列 第三代的G图的这个无损改装 和刚才这只燎熬不起的牛眼 牛眼85朋友们 三角光圈的85 如果你不知道 你去海鲜社场搜一下 这个你上随便 在无忌啊什么这类的啊 茶片坊啊等等 你去搜一下三角光圈牛眼 相信今天晚上会让你度过一个激情澎湃的夜晚啊 很恐怖 但是黄老师老师这远远不止这个 就好东西太可怕了 你最可怕了 不是坐这儿这一桌子 是对面那个太可怕 都不敢不敢拿给大家看 我都我都尽量不眼睛不往那看 因为太可怕了 但是这儿还有很多特别精彩的部分 这个是大概是十年前十多年前的作品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镜头 你也有 所以我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是我最喜欢的几个镜头 所以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那中间这个一般贩售的是这个版本 那这个其他两颜色版本是不贩售的 但是你无意中逃到一次 对对对对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讲 了不得 当年 雷丁呢 雷丁呢 拿着你的版本吧 拿着你的版本 土豪军 科达雷丁那 以前讲过雷丁那的故事 雷丁那为什么厉害呢 我们知道以前135胶卷 从半大块开始做那些实验机开始 但很多人因为那会胶片已经 就用这个35毫米电的胶片了 但是呢一直到科达 后来收购一家德国的厂 叫雷丁那 那么这个老板很厉害 那工厂呢 觉得在我家发展也很难 说怎么要多大 他就特别聪明 他就找了一次 当年的世界上文章像的巨物 科达公司老板伊士曼 来德国的时候 他就故意很巧妙的安装 安排了一次 费尽心机啊 也是花了钱的 安排了一次 偶遇假装不小心碰上了 哎呀说你看 说这个 说我知道你是科达的老大 台里有台 哎出本你了 说我呢 我觉得科达你做的这么多东西 说你的相机也很棒 说你为什么不把高端的机器 再做牛一点 说那岂不是天下都是你了 一通交口 尖情万代 他说我就是做这相机了 说我愿意跟你合作 啊 科达一听话好 反正是最后就收购了 就是雷丁娜 那么科达雷丁娜 出了很多经典的镜头 那么在雷丁娜的以前 其实改起来是很麻烦的 因为在那里卡尔 有一个极其特别的世界 是在前面更换 35啊85啊 这些都是在前面更换 那么基本上以前 就是你只能玩你的机器 也就是这样 那么一直到 环保史老师 在很多很多年前 把这个镜头 专门做了一个改装 就让我们直接可以用在雷丹河上 但常见的是这个版本 就这儿 这一圈是黑色的 如果你能找得到 就是黑色 但是我呢 知道我的朋友知道 我与一支这儿是镜色的 但是不是这一支 这一支 我当时 因为这支也是 不再对外发售的 这个镜头 当时是著名的 也是我很喜欢的摄影师 我的哥们温永辉老师 钟庆辉 大家去找一找钟庆辉 打飞机打空间站的那个钟庆辉 他与一支 还被我不小心看到 我说灰哥 我说对吧 你都是灰的 你还有个金的干吗 说流程有什么用 把他贡献出来吧 最后就用各种办法搞到手 搞到了这支 金色版本的雷丁拉 这个版本改的很特别 安波士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给钟庆辉 因为他那时候在我隔壁开店 我们俩是邻居 所以被他 被他好说歹说 熬去了一个 搞走了一个 这个版本是没有 这个版本是金色是见不到的 那我是喜欢 我当初改造这个是因为 前半是原原始的 我比较喜欢保持一点原始的元素 是对于原作者的一种尊重 所以我比较喜欢做这样的改造 然后 开模做了一个 定制了一个遮光照 原来是方形的 原厂是方形的 那方形的不现实 不能上绿片啊 所以我把它改成开模 改成一个40.5圆形的 这个有这个遮光照 特别恐怖 这个装让你看起来 小第一是实用 第二是让你能上预性 最重要的是你外头买不到 这个照的是单独开模做的 雷丁拉这个小照的这么一样的 上头都带卡户带粉朴的 这个感觉你外头正常看到这种雷丁拉 就是光头满满的 有这个有环环社老师做的 这个是有这个遮光照的 这个可不一样的 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标志 你要买 一定要有上头这个照 原的这个照的 这是环环社老师改的 这个真的是太帅了 就千万多数原始后 有个镜头 原始的元素还是很重要的 对 环环社老师说的特别好 就说这个保持原有的因素 是对原作者 就是原来设计师的一个尊重 这情怀啊 英雄是英雄啊 这种情怀是不一样的 玩的就是情怀嘛 玩的就是情怀 但是这支图啊 大家都可以看以前的回放 不要觉得它小 可能是让它很小 这支图是非常棒的 这支是施耐德版本 他好像可以到4433 对 这个是罗敦的 这个版本是罗敦版本 而这样是不一样的 我还是开摄像头给大家看一眼 就是如果你有机会 找到罗敦的那 这实在太棒了 这个啊 我们看到这个是施耐德版本 这个是施耐德 这个 这个是罗敦的 这是施耐德 这是施耐德 这两个单纹 上次的字是不一样 就都不一样 一个是著名的罗敦斯德厂 一个是施耐德厂 施耐德厂 施耐德真水无象 拍黑白绵延的灰街啊 朋友们 如果你对施耐德不了解 那么去看啥 莱卡的救命运吧 施耐德给莱卡做的 他做了 上44333也没什么暗角 如果你有中华服的机器啊 富士啊 或者哈苏的 XD这转接这个是黑米子 这么小的一个镜头 非常的漂亮 了不起 现在也外属应该见不到的 这个头 应该还是蛮多的吧 雷丁23C还是蛮多的 我说就是您改的 改的比较少 现在改的比较少 就在忙其他的事情啊 对 你看徐老师改的这个 朋友们了不起啊 很荣幸啊 是有其中一致的啊 看看这个有人说的这个啊 说今天见到环保师 老师本人了啊 有人说说真讨厌 说这怎么睡觉啊 今天晚上啊 说那往上哪能目目奔 那往上哪能看到徐老师 就是大家还是在这些社交媒体上 搜镜头环保师啊 镜头的镜头环保和环保 大师的是啊 镜头环保师啊 这个可以去看一看啊 可以去看一看 好啊 这边大家来投位好多个 好多投位啊 说有人说别拿东西出来了 说这身体不行啊 啊 有人就说我要把雷丁娜 寄到徐老师的那儿开头啊 有人说是DKL口的雷丁娜吗 哦不是 不是不是DKL的雷丁娜 是那个折叠剂的雷丁娜 巴斯说说的好 就是要保留原来的一个感觉啊 而且折叠剂啊 经过历史这么长的时间啊 他保存的镜头的数字还是比较好 不容易前进磨损啊 这因为大家都是照完了 说起来照完说起来 所以他的镜头保存到现在 都五六十年了还是相当的好 对 雷丁娜第一个我觉得就是 当年用这个镜头试出 他是特别惊讶 第一他有非常好的锐度 就把他选不想 有个老婆镜头的感觉 而且喜欢玩销麦啊 都要出去 他的销麦很漂亮 黄斑非常漂亮 重要的是这个镜头不贵 对 这个镜头不贵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不会说 我快甩出大鸡蛋去买一只镜头 镜头非常便宜 非常便宜 但是素质非常好 有意思啊有意思 好 有人问说这个四双签又没了 说那个说这个雷丁娜 焦距光圈是多呢 这支是502 502 它们是502 大多数是502 也有2.82吧 但你就改这个最好是502的这支 如果你想看他的效果看片子 那么以前放途大贵的直播 你搜这个雷丁娜 是有这个照片的 现在有很多照片 大家可以看 拿他实习出的效果 绝不会变得 你失望 我个人觉得就是 你用莱卡的月牙 50的月牙 跟他就是一个水准 基本是这样 起码就是 我们说拿水凌 就瑞姐的 就拿瑞姐的 跟他平气 是没有问题的 但便宜很多 而且你可以找到 橙色非常好的 这一个感觉 我比较喜欢做一些 性价比高镜头的开口 你说这流眼的这种 也不常见嘛 也不太现实嘛 那大部分人 还是玩一些这种 大众口味的东西 这个这个这个就厉害 你看舒老师 还是就是 他会弃摄影师 来考虑这个东西 有一些东西 而且我知道 我跟舒老师聊 有很多秘密不能说 但未来会给大家惊喜 哪天说明风又挖过了一张纸 我一看我让舒老师又又 慢慢告诉你 慢慢告诉你别着急 未来一定会有很多的惊喜 一定会 所以你在房东大会会首先看到 所以卖个关了 不能说 但是未来 大家看到我 哎呀 就是特别好 特别好 而且太多 有人说 喜亚粉说 准备把飞主板的安琴 你32.5 找舒老师去改 有人连上一本说 阿莱埃斯口能无损改 阿莱埃斯口 通常一般都是无损啊 只是后面加加加加加加套筒 加个联动车区嘛 也不是什么对 特别困难 对因为黄老师老师 其实你看他在前面里会看到 那个好像十十多年前就发明了这技术 其实市面上非常多的人都是要讲抄袭啊 就是模仿我的改造工法来应用 我也不在乎 反正我也快退休了 希望能够普及起来嘛 那其实不懂的也可以直接来问我 就说同行师傅 我有的也会告诉你啊 这没有什么 也不是什么大的秘密 我觉得希望能够大家都体会玩的乐趣 你看 这没什么这些东西虽然是技术 但是传给别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那如果你天天闭门造居 那东西怎么能普及起来呢 大家怎么能开心呢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啊 胸怀都不重要 格局都不重要 朋友们这格局要打开啊 格局要打开 那么徐老师改的这些镜头 包括他提前做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徐老师就是徐老师改过很多很贵的镜头 改过很多很很不一样的很有难度的镜头 那徐老师也有很多 他会替摄影师考虑 就很多人会觉得 一个镜头并不贵 你说你花这么多时间来改 值不值得 那徐老师有时候觉得值得 当然徐老师有很多作品里头 会加上自己非常特别的审美的符号 所以他徐老师会有很多这种自我呢 这种新的设计在里面 也很有意思 这让自己开心啊 对对对 那徐老师给大家看这个 改镜头是让自己开心 也希望别人开心 那自己开心比别人开心一样重要 这个就是哎 这个你被你弄去了好几只啊 真是都被你们弄去了 给大家看一看 给大家看这个 这只在哈苏上的这只 也是一只蒸汽朋克镜头 气动镜头 然后重的镜头 大家知道就是徐老师当时改的这个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模仿 徐老师改 没关系没关系 尽量模仿 对 那么徐老师当时改了一整个 因为很费力气 又要把一台机身砍掉 对吧 又要找一个蒸汽的机身再砍掉 气动的镜头也砍掉 就一回两套机器 然后再加上收获费 其实很麻烦 而且在里头很要加光圈 是很啰嗦的 他徐老师做了好几个 林一轮有一只 刘斩云有一只 最早的是刘斩云那一只 对 徐老师还做了一只 就被网搞来了 后来徐老师又做了一只 又被网搞来了 徐老师就又做了一只 就这样快了 不不不不 自己留言自己留言 徐老师听到我都害怕了 大家看看这个 大家看看这个感觉 漂亮吧 弗伦达的 这是一只弗伦达 朋友们 这是一只弗伦达 漂亮吧 照在哈苏上是不是非常的风骚 这个感觉 这个是什么我觉得 这种真的就是情怀 真的是情怀 就他很花功夫 我看这个非常花功夫 非常花时间 做终于一个东西 这个这个我觉得特别了不起 我就特别佩服 就这种 我说真的是一个手艺的这种感觉 太不一样了 我看看弹幕啊 有人说龙哥装包你给我带回来啊 哈哈哈 说那个说那个是这边啊 你有个富有潮投尾牛蛙 牛蛙啊 好 富有潮说太好看了 大家都说你看开心太多了 嗯啊 然后啊 有人问啊就是片眼不朽问 就是罗伯特 那个方府的罗伯特 24x24 24x24 还有2436 所以他镜头能改m crow吗 最近好像改了一个 包他呃40的402那只改了啊 呃 那个比较难 因为他反正就比较懂啊 对对啊 那通常做无损的话啊 不是每一只都能成功的啊 最近就改了402 然后呃 如果是重镜就简单了 如果要无损 因为罗伯特外形很漂亮 有的时候就想要无事啊 以前也有改过就是呃 有点费功夫 有点费功夫 所以现在改的比较少 花相当多时间改一个镜头 对啊 罗伯特其实蛮有意思的 罗伯特我当时有罗伯特 软软24x24 那个嗯嗯 方的小机器人啊 机械的上弦的那种发条的 然后可以高速连拍的景象非常漂亮 以前也讲过啊讲过罗伯特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 这个如果要整个改 然后保持这个无损 还是有一定难度 薛老师也说了不是每制度能成功啊 但是应该应该是可以啊 应该是能改m pro 啊 莫高说上海的是非常好的一个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摄影师 莫高伯说这叫作品啊 薛老师改的刚才这个系统 这叫作品啊 这个不一样啊 啊喜亚凡说 那个薛老师先于有改这个royer 应该有我记得是有改这个 有有有有 但我最近只改了402 就一阵一阵的 也许过一阵喜欢什么 又又去搞别的去了 嗯嗯嗯嗯 对有人说说老师不是说 有一个给我的502装必用的吗 嗯都说这个头好啊 所以说爱说罗伯特喜欢啊 真的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这个真的是不一样 啊那么在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些就是 就是金兔花老师老师改的这些 镜头里头啊 这些作品里头就有非常多 有个性的产品 我们也见过很多 我特别惊讶是见过很多 我没有见过的东西 哎呀这个太刺激了 你知道就是有多数就 就来到就是找薛老师呢 又又想来又又不敢来 就为什么啊 就知道来了就完了 他有多么毒 你能想象他有多么毒 他都比你要毒一些啊 我在这儿摆了一个特别大的 先给大家看 啊对对这次 这次特别拿出来 让你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镜头不太多 嗯 产量就百来之吧 应该是只有百来之 这个镜头这样 这个镜头我让大家猜一猜 猜猜先认识这个镜头 如果认识到这个镜头 有认识这个头子 那么你在弹幕上 打出这个镜头的牌子就可以 都不用说具体的 只要举头 你只要能打出这个牌子来 如果答的正确 如果答的正确 那么我送你一个纪念品 送你一个纪念品 我送一个八卦 我有一个八卦这关照 是吧 哇 能够离开了 大家看看谁能猜出 猜不出来就没有办法 好 有人说说来了来了 这就要刷卡了 乌鸦说 乌鸡说 徐老师以前就把我改过 这个Royer仙东上 仙东上 这个镜头 有人说罗伯特我喜欢 有人说那个片言不朽 说大师的每一件都是大作 有人问 Joker说 雷丁娜2A的 罗顿的红A组可以改 这可以 没关系 但是改出来不太一样就行 对 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可以 那这可以找徐老师来砍了 说来了就要刷卡 有人说 说龙哥体格的真不错 说在徐老师那儿 还能保持清醒 喜阳和说 修老师 我已经有两个修老师的 八卦照了 有人猜刷离策 有人猜家能F2 都不对 都不天边 那修老师在那儿 我当时一看 脸前就脑挖的嗡子一声 我知道这个 但是我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胡 在修老师这儿见过 我们就不卖关子 直接跟大家说吧 这是镜头 这是镜头 这是镜头的分量 这是一个宝宝杯 其实这是一个宝宝杯 是一个五升的宝宝杯 热水瓶了 已经热水瓶了 说了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如马如马 之前前身叫Kila 或者Kelfit 对是一个慕尼黑产的镜头 这支是你看是0076第76支 这个产量大概只有100多支 这是一个当年给70 70毫米电影做的这个镜头 电影镜头70毫米的超大 然后它是叫做repeed focus 就是快速对焦 它是这样对焦的 7密 7密 7密的 7密的 然后这样是变焦的 这样变焦 然后光圈是4 是大光圈 那个时候斯耐德这5.6 100 100是2805.6 他已经到4了 对这支镜头特别了 回到首先 就是170毫米到320毫米的变焦 170320 就是咱们大变焦底 就安琴做的比较厉害 那么棕耳 以前其实我讲过一支镜头90毫米 波中波吉尔菲特 90波中波吉尔菲特 后来就变成了棕耳 也就是我们说变焦整头祖母 这个就是最早的变焦 就吉尔菲特做的嘛 所以才会有祖母这个说法 那么这个镜头叫棕耳 像那个就是原来我特别孙 也是特别配备一位老师 陈其军老师 那个中国摄影杂志的陈其军老师 他对搜索的镜头几乎都收集全了 都收集全了 那么这支镜头 这是这是它的变焦 变焦 旋转的变焦 那么对焦是这样的 它是有气密性的 有气密的这个变焦 它在这有个锁 摁下去就可以来对焦 来来来来变焦 是非常快速的一个 经历的双双双 大家可以在这有个气密口 经历一下 能听到这个感觉吗 工业感十足啊 这个镜头 我拧开前头给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开开言 今天来着了 难来的为往呢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今天 徐老师这给你看的镜头 我告诉你 徐老师这走过江湖 卖过意 吞过气 出炼过气啊 大家看看这个 是不是好爽 是不是好爽 真的是好爽啊 这个镜头真的是太刺激了 必须要用脚架啊 实在有点沉 有点沉 海里都是方的 都是方的 就是装的哈苏口 现在装哈苏这个鞋 那有哈苏的就可以 想要搞一只啊 这个价格非常之恐怖 因为 只有当年就生产了一百多只 这是第76只啊 这二克的 书老师 当时给我讲这二克的 应该是这个吧 0076这个编号 他他前面的三位数 是他的系列的编号 就像你9090是23或219 嗯嗯嗯 23是辱马的 219是呃 凯飞的啊 凯飞的 那么这个相当年号是 294-0075啊 就像我们说 16163D多少多少号 这个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镜头啊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说 所以说说太漂亮了 其实好你觉得太昂贵了 哎呃 笨森那个201239说 徐老师我的康迪克斯G有的旧了 啊 有你有康迪克斯G头弄着 徐老师整个改装的这个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现在改了这个三代的因为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一般有限的这个这个眼光看到的 我觉得是改过的最好的啊 非常棒 啊 有人说说这个 喜亚粉也说吉尔菲特 对是 喜亚粉说的对啊 Zoom 啊 说Zoom后头都出大光圈镜头了 这个感觉啊 是 他他大光圈镜头非常稀少啊 那几次啊 什么180什么的 非常非常稀少 但是呢 作为电影图来说就是 电影图的客户都少了花钱 所以 拍电影不差钱 对拍电影不差钱 大家看这个做工到现在来看 真的是上了 这是非常稀少的一个镜头 这个脚架活儿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镜头的分量很重啊 我其实是在实际举的领头 真的是很重 没有一定的体格 真的呢 你背不出去这个 这个头子 你每天拿他露铁 就背了去健身房了 有了这个镜头 你可以省得要去办健身房的钱了 太漂亮了 做工震到现在就是非常的顺滑 这个太了不起了 主要是少 一共100多只 170到320 光圈4横定啊 朋友们 你不要忘了这个4不是135 这个是中华弗的4 中华弗的4 那么如果你有中华弗的机身 装上这个 那太了不起了 中华弗到正常 光圈4 在135上最少盖你的等级 差不多要有个1.6 1.6左右 有光圈了 所以他光圈很定啊 不会变 这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他不是个浮动光圈的镜头 是横定的 原厂的前盖 前头这个前盖 我给大家凑近看一眼 还让大家看一下 记住这个名字 大家看到这儿 这个 在这儿 能看到吗 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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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人都在那儿写着 看 F4 不是14啊 是F4 170-320 294 是他的产品代码 00760 D7610 哇 这个就厉害了 说了实事都是这么多的东西 朋友们 来一趟 就是我的心在流血缘啊 朋友们 您来一趟 上个人谁啊 太刺激了 太可怕了啊 然后我看看 有人在说说买了徐老师的这个环 小子摩说来晚了 小子摩来晚了 小子摩来晚了 又投币了一堆 牛蛙 牛蛙 还投币了星月王河 谢谢谢谢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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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7058说 徐老师为我们改了一支 莱卡的200F4的镜头 200F4是什么 哦 那个 Bizoflex吧 对 对对对 这个也是好 嗯 说就是大家都说这个 徐老师改的镜头的话 你远远不直接 就是一开始徐老师找个一桌 我说徐老师你放吧大家 大家晚上还要睡觉呢 不 来 最后 最后你的秘密武器 我喝一口水啊 我喝一口水啊 大家小心啊 这个阶段大家有 就是有生的就是存款 赶快拿出来啊 嗯 这一种秘密武器啊 这秘密武器 当时我看到的 我就很惊讶 大家知道 你要在在外头玩老镜头 尤其在徐老师镜头环保室这儿 看到一些老镜头 不怕有牌子 不怕上头写着什么路来啊 不怕上头写着哈梭啊 不怕上头写着哈梭啊 这都不可怕 那个永浦啊 那个永浦最怕什么 你看到镜头 哟 一看不简单 这个家伙一看就不简单 一看没牌子 要了命了啊 我来的时候呢 就徐老师又一无意的 在那里头放了两支镜头 他是一看坏 而这两支镜头 看外观也不出来 看牌子没有名牌 这个就厉害 两支啊一支是这个 75的 对 这个下头F2 还有一支是这个 朋友们 离开的来了 这支小小的镜头 也写着F2 老师说这两个镜头就猜了半天 书老师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头吗 咬着牙说不知道也在装知道 咬着牙看着半天猜不出来 书老师给大家揭示媒体啊 一个一个说 特别恐怖 现在书老师您说这个 还是留给你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你做一个专辑吧 对对对对 你看书老师说的好 说这个呢 我留过全面 在后面的放途大会 正式镜头那我会拿回去 拿回去我拍一段 拍一段之后呢 大家揭晓这个 但是呢提前告诉你 这两支镜头的素质 远超我的想象 我当时觉得老镜头对吧 玩过也不少 虽然没有徐老师见过的多 那也玩过 十字八字是没问题 上路拍了一张 你看卧底个妈呀 朋友们 就是一看到吸一口凉气啊 太刺激了 太恐怖了 这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诶 这里面这两支镜头 一支可以告诉大家 50毫米 这支75毫米 但是这两支背后的来历相当恐怖 大家也不用猜 50毫米镜头多了 50毫米镜头多了 究竟这两支是什么 麦可关了 但是我先给大家说 素质特别精良 素质是非常好 所以我有时候就想 像徐老师就问一个问题 像您改这些镜头 其实有的镜头 要花特别多的时间 因为有的镜头很难改 很难改 有很多人会把那种 有很多人会选择 我见过很多人会选择 就说买一个 买一个普通的接环就可以了 接待 接待上都用 但是呢我觉得有个问题 就是接环 我个人说不一定对 我觉得接环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不支持黄斑联动 玩莱卡 不玩黄斑 太浪费了 那么何必要玩莱卡 对吧 不玩黄斑 何必玩莱卡 就像我出来的 你都不能脱裤了 你还叫什么莱卡 你也可以叫莱卡吗 对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很多接环不好看 大家会发现这个问题 有很多所谓也是 改口这种 所谓的改 就是强行加一个接环上去 非常的丑 我说那个镜头看到 你这个镜头 不管有多好看 你加上那个接环 我坚持不谐调到家了 就是 他已经让我 你好不好无所谓 就让我看一眼 我就不想戴出去 你装在机身上 都不太想拍照 就即使不谐调 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镜头前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就是他的这个不谐调 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就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你喜欢的感觉 就你觉得 这个镜头拿出去之后吧 就是我们说真的就是 一朵鲜花插在牛份上的感觉 不协调 不好看 往包里放也不舒服 拿出去还拉手 那种冬天用 经常就塞住了 这种感觉 这些问题 让徐老师有一些镜头去搞的 这种设计 我相信会花了很多时间 您有没有那种 您改过的里头 比较 您那里比较有挑战 或者您会遇到过 应该每个镜头都是一种挑战 我觉得 其实我当初做原汁原味改口的时候 挑战就比较大 因为你要迁就他原来的调教 然后改成M口 还有加联动 这个挑战比较大 而且很多镜头 并不是光圈在前面的 光圈在后面挑战就相当大 所以像我以前改 改了很多单反的标头 最后我只出了OM55 跟OM501.2的改造套件 可以把它改成M口 还有KONICA571.2的 其他都没做 因为太耗时了 还改了一个 昨天不给你看一个 美能达501.2吗 我说那个就改这么一支 不会再改第二支 太费事了 大家记住 徐老师他才说了几只镜头 这几只镜头赶紧下手 一个是Olympus OM51.2 鱼鳞胶 那是 徐老师是把它改成 什么黄白联动的 叫鱼鳞王 我们常常叫 对 对 相当好 相当好 而且不贵 不贵 那是比较特殊一点 好像是 他后来什么601.2 这几个经典版的前身 做的也相当好 价格也比较刺激 那些都是贵一些 57.2并不贵 也不是很贵 也不是很贵 不是很贵 徐老师讲完了就贵了 没关系 徐老师讲完了就贵了 如果你有这个头 那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改一改 就是很多东西 黄白联动 改到这种黄白联动的感觉 跟你只是拿电子去 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才有莱卡的灵魂 那一刻 那一刻光荣的 热烂的莱卡的灵魂附体 几个朋友们他进了他进去 就是那个感觉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徐老师改的这些东西 真的是很有特别 你有没有那种 你觉得特别稀罕的 或者特别奇怪的 改的故事 改的 你这一时忽然问 很多都很奇怪 就像比较奇怪 我想一想 很奇葩的改造 一个是我改那个 阿尔帕版的 带那个手臂的飞轮 那个是十年前的突发 奇想改的 那个是一个不太合理的改造 还是把它改起来 就二二八二四跟三五 去手臂 然后留一个光圈环的飞轮 然后后面改个联动 那个是突发奇想的改造 阿尔帕系列的朋友 阿尔帕你想有便宜的吗 阿尔帕坑啊这种 太恐怖了 阿尔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 其实真的是艺术性 我觉得阿尔帕做的 艺术性 做的量也非常少 本身就很少 所以这种你才知道 找徐老师跟你出马干一个 对吧 人家找一个十万钱的 我都不好意思找徐老师 对吧 徐老师一看就随便摘一摘 又算了 没事了 这好玩 有的时候好玩 有的时候也不计成本 改一些很特殊的东西 记得十年前还有一个朋友 拿一个 抗尼卡好像是50.8还是多少 一个不是很贵的镜头 然后特别说要把它改装成M口 还有保持原汁原味 我说这不值得啊 这镜头不值几个钱呢 然后我改造的费用 比这个镜头本身要贵很多 我说这不值得 他说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我说没问题我马上帮你完成 你看 这个就 对对对对 我们说有什么是 就是做这些所有的东西 做最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是人 人跟其他的机械也不一样 就是我们说是什么 人是有心的 但是真的就是天使艾名利上说的那句话 就连这颗菜他都有心 但是有的人就没有 这是不一样的 就是一颗菜 一颗卷心菜都有心的 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心啊 就是徐老师我觉得这个 这个故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我觉得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说的 大家吹的 去吹捧的匠人精神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真的 就最老古代说的一个匠 这是一个很高级的词 不是随便用的 大匠到这个程度是 真的是不一样的 专注是这一行最重要的 专注并且关心人 如果不关心人造出来的东西 我相信也不会有太久的这个感觉 所以特别不一样 那么大家问了很多 徐老师的问题啊 我来看徐老师的问题啊 谢谢谢谢 有人说那个 有人说 西克瓦和莱卡的铺装 我心追老幼西克瓦 后面说的是莱卡啊 好 然后有人说四方钱没了 四方钱没了 小总盒说这个技术 改的非常舒服 好 这个非常棒 说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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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老师复刻了至尊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至尊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 现在已经改成不锈钢了 嗯 现在 徐老师说的重点了 现在徐老师改的这个至尊的 我给大家看过那个 我那点是同的 那同的 那一个看是第一代 第二代 第二代 现在这个是不锈钢的 嗯 嗯 我试了 手感异常的顺滑 手感好极了 边缘的那种细腻感 非常棒 不锈钢的朋友们 而且打摩的也很好 都不不完全不花手 对对 非常的漂亮 有人问 有人说就说了 说普通的街环就有的会露光吗 而且会用想拍摄状态 就是 不是就有的人直接用一个第三方的街环 把镜头对 啊啊啊啊 他不联动吗 他很多时候那种 也甚至还有矿量这种感觉 那是 是啊 那 那有点做的不太好 对的 买稍微好一点 对对对 有人说那个说那个 呃有人问说 呃 花博士老师都是改成M口吗 是的 花博士老师主要是改M口 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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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改别的也可以也可以 也可以帮你把M口改成别的口 哈哈哈 你就是给锁尼口吗 对 转接环不好吗 把麦卡免成都做 改什么锁尼口 哈哈哈 嗯 有人说那个有人问按时光安理所说 包林帕斯的501.2 现在还可以做吗 可以啊 可以啊 还有剩一些套件啊 所以就是徐老师有的时候会做一些 预留一些套件 但是不多了 那么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赶紧 如果有这个奥巴的这个余林交这只镜头 赶紧让徐老师改哈 因为徐老师跟我说过一个 我没法非常不安的消息 非常不安 我听说秦师坦啊 徐老师他都过一只准备退休 我这么简直是太可怕了 你知道吧 我都给你听我脑子崩了一下 我说真狠 太刺激了 这个消息晴空霹零了 朋友们 当然徐老师现在 又培养了自己的徒弟 也是跟了徐老师很多年 未来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特别希望 我觉得就是因为真的 为什么我说我个人很佩服 就是徐老师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接触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人 就是我一开始想象 就是人这样的大神 我在网上留一个留言 一个私信 人根本未必会回的 那徐老师非常认真地给我回复 怎么改 这个镜头怎么改 就是那样的方案 包括他又说非常抱歉 说我当时是没有 还没有回来 说这个镜头可能寄给你 还需要时间 当时这种手里有两只 说你要不要挑挑你知 你更喜欢 我当时就特别感动 我觉得什么 这就是一个人 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那么我们说一个 有这样的新的人 改出来的东西一定会变成他 我是尽可能回了 但是有一两年不太能回 是因为实在工作太忙了 工作实在太忙了 徐老师原来在广州的时候 每天忙到就是 给他发信息太不回了 我当时比方徐老师是什么 他没有时间 而且在广州更可怕的时候 大家都爱找 因为他人好 那么又在那儿 大家就 盛贤 盛贤 逃了大厦 大家没事就走到那儿 反正走到这儿了 逛完来上去找 哎 书老师在你这坐了 卡冰箱里掏出一碗可了 来蹲蹲蹲 喝一会儿跟他聊一会儿 说实在忙的抬不起头 聊聊这个刚走 另外一会儿又来了 就这每天都是耳朵都炒 有的时候没没办法回 所以也请大家见谅 因为实在是太忙太忙 尤其有的时候在操作机器 根本不可能停下来看手机 容易受伤 所以大家要趁着徐老师先做 你这样以后拿出来镜头 留给你的子孙后代的时候 你可以骄傲地说 说这个镜头可不一样 这镜头是 镜头环老师老师亲手改过了 它上面有这优秀的基因啊 DNA啊 这是带着徐老师DNA的 这传给你的孩子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改脚 那是不一样的 有人又在那儿说 那个睡觉床那儿说 亲吻难道是富士 不是 哈哈 不是 猜不着我告诉你 你不要猜了 猜也不到 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富士也不错 但不是富士 富士也不错 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我就可以听你回答 998的就说 萊卡3G能改M口吗 萊卡3G有改M口的 我知道 金灵海图老师曾经改过一台 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改一台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就当然付出了极大代价 萊卡自己都觉得很惊讶 但是我觉得第一是没有必要 那么另外我觉得 就是像巴达克尔·萊卡 这么精美的 改成M口不好看 他真正的就是1639 不是最漂亮 所以我觉得 花那个代价 人家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而中间有几个部分都饱到 已经无以复加 所以以这种感觉来说 我觉得就不用了 我觉得大家 可能是有点冲动 对对对对对 会有点冲动 对好有人说来晚了 那个有人说 这许老师现在是人静合一 人静合一 人静合一 这个时候说的真的是对 非句子说 其实改口和镜头改口不是一回事 对 有人说 大师不能退 大师改的好 说在许老师这也改过 大家说大杀头世界 都只去摇摩尖了 有人说眼镜 老迟稳眼镜钢嘴可以无存改M口吗 眼镜钢嘴无存去眼镜 当初我的朋友艺能 艺能好像帮阿楚做了一些套件 我听他讲的 所以你们可以问问阿楚相机吗 他有套件的话跟他买就好了 不必特别来找我吗 对 然后那个 书老师改这个眼镜版的八枚 八枚新的套件也要做了 无损改口的套件也要做了 这是一道这是一道风分题 这几天晚上信息量很大 有老多的朋友希望都拿小本本记下来 然后打开自己的信用卡 透支一下 有人说那个 徐老师改过佳能的500.95相当完美 500.95 其实还不错 那景点还不错 对说徐老师改的很完美 好这边 富有潮也头位啊 蓬莱心动 有人说说徐老师这些动作就说好 下次我们组团去成都 很多旅行团欢迎你们来 然后余书法兰西说75是安琴吗 安琴75 不是不是不是2 是1.8吗 75.8是天价 这是一支752 安琴75.8是天价 有点有点可怕 还有人们的1.7 没有合适镜头改X XPAN XPAN58 58的话相场比较大了 对相场比较大 嗯 对对中府的头 我XPAN刚出来的时候 我还做过一个转接环 把尼康的105 205那支装在上面 我还试拍过还可以 挺好玩的 阿富汗少女啊 我当初就是试做一个 所以这种镜头接上去不知道怎么样 就还可以 基本上要要不是长焦 要不就是移轴 不然不然其他相场不够啊 对 那要不然就得用中号服 他中号服 对中央服就又太大了 太大了 你装去太太重了 反过去也会强 不好看不好看 对那这个方案 我觉得可以缓一缓 弄的太奇怪 你还不如买原厂了是不是 对不能说勉强改个东西在上面 勉强用那没有意义吗 是又有人问说这个 呃这个说那个包850年 还能改吗能改 说了说了还是能改 还有几个套件是可以改的啊 大家可以抓紧 有人说那个转接环是异能 啊对是异能什么转接环 那他们刚才说这个这个钢嘴啊 这个高五粉的那个改钢粉 那个哦那个时候 因为一年是好朋友了 那个时候他说呃他做了一些呃 给阿楚嘛 那你就问阿楚好了 那通常我知道什么消息 我就告诉你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就我只知道这样而已 有人说那个说那个徐老师想问 那个想请你再处理一下 很久之前改的G28 啊就是升级 升级升级升级也是可以的 升级也是可以的 好然后有人说那个对转接环 就是不好看还是直接改好看 改好看 那当然了 说有没有蔡司的M 有没有直接改过尼康的Z口 这个很奇怪吧 把蔡司的M口呢 ZM改成尼康的Z口 那转接环不香吗 用转接环行 因为尼康Z 还可以自动的 因为尼康Z是不需要 就是啊 对啊 直接用尼康的最方便 但是是去影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不用了 其实能够用转接环就直接用嘛 随便多此一举呢 对 有人说这个 说那个 也有人猜是OKC的75F2呢 有人说我猜是海力亚的754.5 是F2 F2不是4.5 不是4.5 对 好有人说 沙抄抄抄说 徐老师的这个 这个 电影叫什么名字 大家可以在各种社群媒体和有海鲜市场搜 镜头环保诗 镜头的镜头 环保的环保 大诗的诗 啊 镜头环保诗 有人用了诗和远方的 说徐老师 说安琪的135 2.5可能可以改M 135以上改M很难用啊 很难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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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就是 对对对对 这框又太小 几乎没法用嘛 你要取景也不现实嘛 对比较累 对啊 要不你直接转接环 用liveview直接照 就简单多了嘛 是不是 好 有人说那个 说徐老师我过一句去成都请您喝酒啊 白酒吗 喝酒 有人说那个 说那个 说八枚眼镜无损套件是快推出了吗 嗯 快了快了 快了 就正在做正在做 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我觉得镜头环保诗老师会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之所以不一样就是 杭老师老师有 我知道他做一些东西 有很多时候我也不理解 我说这个东西你做出来不挣钱的嘛 对不挣钱 我说你又花费很多稀缺 为什么要做 薛老师就觉得跟我说是好玩 另外他就觉得愿意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这个心态是很了不起的 他不是说我什么都想花 我这个镜头能挣多少钱 他没有想这个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过一句 现在不能说 也是天上花花了一张石 我不小心走在路上看到 过一句 薛老师这开始会有惊喜给大家 大家一定记得就随时要关注啊 真的是不一样 好 还有人问是不是那个 尖无敌的西瓜 都在采啊 没事不着急不着急啊 回头就告诉你们 这些东西很有意思 那么今天那个 其实那个占用了薛老师很多时间 没没 因为也是我这段时间 其实跟薛老师 我昨天夜里就聊 从自在下午一直聊到昨天夜里 现在这一点 今天又聊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再坐在这儿聊 就聊了很多话题 有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故事 就我我是希望 就为什么今天直播这一段 就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我再来找薛老师 再来和大家聊 又来了 对 还有新的 好好拿新的新的 新的 新的 书老师还有更多更独的东西 很多人刚才前途大夫就说了 说我你敢不敢拍拍薛老师 那边的那面墙 我说那个太可怕了 那个很刺激 那个是怕大家心理上受不了 所以未来都会给大家经历 就是会给大家看 有人说 那个 说那个 关注薛老师好几年了 说但是手上 实在没有值得 返老薛老师凯的镜头 所以要多买啊 朋友们 买买买买 钱花了才是自己的 钱没有花掉 钱只是换了一些形式 配在你的身边 就是我们说了 就是钱 钱了身外之物 花了才是自己的 穷了三代才是真正的摄影师 对对对对 薛老师都跟我说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见过了这种 这么神奇的 只有只有不到一百一百之左右的 这样的神奇的大画幅的电影的镜头 也看到了很多这种非常传奇的 这种其他的这种 刚才那个镜头改到F口 上面的这套整个的套件非常舒服 真的是我用过这么多 我对镜头也很喜欢 尤其是90 90这个图原来在G2上 真的跑焦跑到我 怀疑人生了 那会儿怀满片也是挺贵的 就哇 细细满满拍妹子 回来看焦点全是凹掉的 全都已经唱 妹子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不好解释 有这个就真的是不一样了 而且主要是外观非常的小小 有银色有黑色 这个是90毫米的 这个是28毫米的 28毫米的 这个是这个也是28 这是35毫米的 35那只 这个是4545那只 45 然后这个是21的 这就是16 这就是他的套件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 露了一个 还有非常精彩的 非常精彩的 3570 3570是整个机器 唯一一只动对焦的 变焦的旁轴的头 非常神奇 那么华华瘦老师把它改到 你可以直接用F口 直接把它装在天空的盘上 装在索尼 或者尼康熙想自动对焦 或者变焦 然后前面你又有这种真正 纯正的 猜思的镜头 因为你家里很扎实 对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 老镜头的这些感觉 这种变焦细腻的手感 和这种主要是改的协调性 这个感觉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 那么我觉得你赶紧 赶紧下手 赶紧让徐老师 再说一遍 再爱你一遍 那么徐老师 如果你在海鲜市场 或者包括微博等等 你可以找镜头环保师 镜头的镜头 环保的环保 大师的大师 镜头环保师 那么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如果你听过镜头环保师的名字 那说明你玩这个玩的很久 如果你没有听过镜头环保师的名字 说明你在老镜头的道路上 走的还不够远 那么抓紧的去了解一下 那么今天非常幸福你 非常荣幸 请到徐老师 非常感谢 也非常感谢